明天凝晨12点,市族在16强就要揭开序幕 首场就是南美军团的对决 巴西和智利的比赛 带您看到一位巴西国家队的超级足球粉丝 每天只穿着代表巴西队的黄绿色衣服 而且长达20年之久 如果要比谁才是世界上最始终的足球粉丝 可能很难有人能够打败比纳尔森·巴维亚提 作为巴西队的超级粉丝 巴维亚提已经连续20年 每天只穿代表巴西足球队的黄绿色衣服 不知如此包括他的房子、车子 甚至是房子前面的人行道 全都漆成了黄绿色 20年前,也就是1994年 当时巴维亚提誓言 只要巴西队夺得当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冠军 从此以后他只穿代表巴西队的黄绿颜色 因此当巴西队凯旋回国的那一刻起到现在 巴维亚提每天的衣服 只有代表巴西国旗的黄、绿、蓝和白等四种颜色 巴维亚提认为他用行动表达出对巴西的热爱和希望 巴维亚提展现的热情并没有因此停坐 甚至连他的房子都被他用巴西足球队的各种纪念物重新改装 他车库里停的两辆车也都全被七成代表巴西队的黄绿色 在他所居住的圣保罗坎皮纳斯市 巴维亚提已经成为当地广大居民眼中记录巴西队历史与荣耀的行动纪念碑了 巴维亚提依然不停出心中 要让人们看到他永远是巴西队的忠实粉丝 巴维亚提供